好 問題 等速度運動 算不算等加速度運動 暗示答案 很類似我前面問過的 鏡子 算不算等速度 那等速度 算不算等加速度 現在沒有加速度 當回沒有加速度 一直都沒有加速度 這樣叫不叫做等加速度運動 你預備 算 為什麼算 不算 為什麼不算 露出淺淺的微笑 男子安大丈夫 說不知道就不知道 坐下吧 我剛剛已經暗示過你答案 跟我前面講的鏡子算不算等速度一樣 加速度是0 隨時都是0 但是不算等加速度運動 為什麼 因為0沒有方向 因為0沒有方向性 等加速度運動 就必須要大小相同 方向也要相同 它是個特例 我們就沒有方向 沒有方向 不能夠說叫做方向相同 所以它這算特例 所以它不算是所謂的 等加速度運動 跟我們前面講靜子不算等速的意思是一樣的 大家問了問 大家問了問 甲跟乙有什麼不一樣 甲跟乙都是 甲跟乙都叫做 很加速度運動 甲乙有什麼不一樣 甲乙有何不同 甲跟乙都叫做 找男生吧 這男生找誰 徐若誠 他們 couldn't choose 出數不同 請坐 零出發 初速是零 乙是有初速的 他們乙是有初速的 所以甲乙的不同在他們的初速不同 很好 那請問你 甲餅又有什麼不同 剛才跟你講過了 甲餅也都叫等價速度運動 那甲餅有何不同 甲餅有何不同 甲餅 出發時間不同 甲餅 即時開始零出發 丙是經過一段時間才出發 所以甲餅的不同是它的出發時間不同 甲丁的不同 甲丁的不同其實很多 但是我在問這點的時候 我心裡有個teword它的不同 我的teword是一個是斜向上 一個是斜向下 這代表了它什麼不同 它除了這個不同之外 還有別的不同 我們待會兒會告訴你 但是我要問的問題的時候 我的關鍵的想法是 一個是往上寫 一個是往下寫 好 這樣他們是什麼不同 這樣他們是什麼不同 黃玉琴弦 方向是什麼 誰的方向 兩 、四個方向 兩還是在運動方向 那不是我要的keyword 我現在談的是加速度 你做吧 你不算答錯 你不算答錯 我的keyword是要告訴你 他們都從零出發 一個是V是變正 一個是V是變負 所以一個是正方向加速度 一個是負方向加速度 所以它的加速度的方向不同 但是從一旦開始以後 從一旦開始以後 就發現他們的速度也不同 對不對 一個往正的走 一個往負的走 但速度它就不一樣 位移的方向也怎樣 也不同嘛 因為這位移的負位移 也不同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嘛 但是在我現在是為了要加加速度 所以我的keyword是為了你加速度什麼不同 加速度的方向不同 一個往正方向一個往負方向 但是他們的出發以後所碰到的速度 速度也不同 出發以後碰到的位移也不同 都是方向不同 都是方向不同 所以這就是 讓你了解 看圖形 簡單的就去判斷到一些事情 了解圖形有什麼 一樣或者是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這就是 跟我們前面ST圖做過的事情是類似的 好 也都是以前考試呢 有考過相似題目的 就是我們的狀況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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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